好,那你做的差不多之后 接下来我们可以先去把那个字幕的部分会进来 好,所以我们选择先把音乐放进来 那给各位的微导素材里面就有声音 那有两首歌,后面这两首歌是有那个歌词档案的 所以用这两个档案,不然也没有歌词 好,随便选一个开启旧档 放进来之后你就是用我们昨天教过的 直接把它摆到配乐轨 长度你就是再调整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主要是要教你怎么去看那个配字幕 对不起,字幕的部分 好,那交过文字跟文字有相关的是在文字工坊 那如果你要加字幕就不要用文字工坊 要乱的话你会疯掉 因为它一行字一行字一行字架一个一个慢慢key 有没有,很辛苦 那这时候我们只要有字幕档 像我刚才已经有一个字幕档案在微导素材这里 好,这有一个声音素材你们都有 这边有一个歌词 就是这一首歌的歌词 然后有了歌词 歌词网路上其实很好找 或者是你们的影片中像你们自己讲话 你也可以把它配上字幕上去 然后有了这一个歌词之后 再来微导的部分我会让它缩小 中间这一颗缩小一下 缩小的话你会发现点上方标题列是可以移动的 你可以让微导的画面移动旁边一点点 然后呢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先进去一个功能 在最下面最左边的最后一颗叫字幕工坊 这个字幕工坊专门就是让我们在加字幕用的 那它的加字幕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讲话的 你就用这个加号 例如假设你们刚才同学们讲话 你们讲到什么地方的时候 你需要有讲话声音那个讲话声音听不清楚吗 有字幕可以看得到 那你就按一下加号 它会在目前所在的位置多这样的一个 一个文字方块在这里 直接就会放进去了 那你只要在这个文字方块上头快快按两下 可以直接打字 你打了之后空白书点选 字也会放到上方去 然后直接做更换 好这是所谓的字幕 一般你们讲话的时候字幕要这样一行一行一行对 那字幕的话它会预设跑出来一个轨道叫字幕轨 这个字幕轨就是让各位来摆字幕 所以字幕的先后顺序是可以再微调的 你只要按住之后都可以再做调整 好那我把它删掉 减号删掉 所以加号是增加一个 减号是删除 这是第一个方法 一行一行一行自己加 来第二行方法就是我现在教的快速增加的方法 叫做新增字幕标记 那它的做法是用听的 边听边下位置 像刚才我们的位置是线拉到按加号 那这个是边听 一句话就按一次 一句话就按一次 按完之后你听完它的话 每一个文字方块就都会出现了 然后有文字方块之后再去汇入文字取代就好 所以这个范例我们用 那个歌曲的字幕来做练习 好那我把它缩小说把它拉过去一点 那这一颗现在不能按哦 因为你没有播 播放才能按 然后我可以看得到歌词 然后这样子就算一行 一行知道吧 所以你等下再按的时候就是一行一行一行注记 好那我们先让它往后退 可以先听一下音乐 边听边按 你当你在播放的时候 这一颗新增字幕标记它就可以按 我先开大声一点 好那按一下这个开启就档哦 然后呢进来就到声音素材里头 这一个类型预设是srt 那我们的那个档案是txt 所以你点它 那就找到少年的歌词 开启 好确定 它会全部会进来 你看都有了 然后字都会直接做更换 马上帮你排好 那我现在只有六行而已哦 如果你有第七行第八行没有关系 就是依此类推 当你第二次在家注记的时候 它会进来的时候 它会把前六行取代掉 然后后面再一直下来 所以你不管什么时候重新会都是OK的 好我们可以听一下哦 看有没有成功 那你就要看这个地方 我放大好了